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版的飞碟电台纪念T恤 我们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的这个时间的 就是你call in进来的朋友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品 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比较麻烦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运气的 这个call in 哪知道按到谁 这个都没有什么一定的 也谢谢大家的参加 之前中过奖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 好吧 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 好不好 来来来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回文哥 你好 是 您住哪个姓 云林 柠檬坡 柠檬坡 哇 好久不 我怎么很久没看到你 我是轮班工作 所以你的直播我不一定赶得上 好 好 好 对对对 这个这个是铁粉了啦 谢谢你 谢谢恭喜 那个电话不要过 柠檬坡 好不好 好 谢谢回文哥 你那张账有音 哦 风大雨大 很多地方都淹水了 你那里呢 你住那里呢 我们家附近都还好 比较市区还好 好 市区比较没那种啦 好 对对对 好 平安就好 好不好 柠檬坡恭喜你 好 谢谢回文哥 电话不要过 来来来来 这个上个月抽到多利文 这个月抽到柠檬坡 你都都是巧合 这个不是安排的 这个call in的 呛事呛事 大家都可以打 这个中国奖的朋友 我们就把机会让给 这个其他的朋友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个 这个联盖提供的是 要在下个月啦 下个月的这个 每个月的最后礼拜五 我们就一件这个 理清情义重的这个 T恤 送给大家 好 谢谢贺姐 也恭喜柠檬坡 好 那也请南部的朋友 抱歉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啊 只有一个 好 我们就没有 没有别的题目 好 那 这点比较 就抱歉 然后我们呢 呃 也没有打算谈高宏安跟 盐宽肯 为什么呢 因为 谈高宏安跟盐宽肯 对我来讲 没什么挑战性啊 好 所以我就不想谈 因为我觉得题目 呃 不重要 相较于我要跟你谈的 不重要 所以我就不谈了 好不好 这个 我们 节目一开始 那个 啊 是那个 二十年那个标给我 二十年的标给我 来 我们先来个数学题 那个没有中奖的朋友 不要生气 我们下个月再来 来来来 这个是这个 政府啊 主记总处统计的资料 这个不是 不是乱写 这不是网友写的 网友写的 我们没有再谈的啦 我昨天在中视台在讲 我说 所有新闻台的主管 都把PTT的账号砍掉 不要再看着PTT做新闻了啦 啊 可能讲了二十年 你们也听不懂 我也不想再讲你们了 这是我们行政院 主记总处的统计 我们二十年啊 治水二十年 花的超过一兆 平均一年多少钱呢 我这个东西我不谈 我去谈高红杨跟 严宽恒要干嘛 那个是一审的判决 又不是定验的判决 我谈大概要怎么谈 那个我就不谈了 我就问大家 来来来 来 各位同学你们数学好不好 凯西你的数学好不好 我们就算他一兆好了 一兆整数比较好算 二十年花的一兆 平均一年花多少钱 相继文 你的数学好不好 我们在考大家的数学 这数学题 梁池峰你教招结束了 教招 你是不是七天 各位同学你们自己算 这个才是我们 切身的问题 制水二十年花 他因为主机总是说超过一兆 我就算他一兆好了 那平均一年是多少钱 我有听到暖暖没中 你是你说什么 建中数学不好 那你明天再来好了 好不好 数学不好就不要来聊天了 数学不好来干嘛 你是真的来聊天的 我问你二十年花一兆 平均一年多少钱 你跟我说你数学不好 那你休息五分钟好了 刚刚教招结束 回到家 好 梁池峰辛苦了 曹昌辉 钟晨恩那个奖品已经抽完了 我现在问你 自谁二十年 我们政府总共花的 超过一兆 平均一年多少钱 你还在中奖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看看这些数字 然后看看昨天 高雄台南 南投 张画 张画 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数字 二十年花的一兆 超过一兆 平均一年是多少钱 然后再看看我们有没有 多余的时间跟心情 去讲那些五四三 可怜 我告诉你 好骗 爱情又惊死 当年日本人在殖民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台湾的民族性很奇怪 很好骗 但是很难教 为什么我们会很难教呢 很好骗很难教 日本人是这样子看不起我们 然后还有一堆哈日族 那些无耻的哈日族 我一直不太懂 日本去赔偿南韩的慰安妇 那日本为什么不赔我们的慰安妇呢 我一直不太懂 我这都没研究 日本对南韩的慰安妇 是道歉跟赔偿 那我们呢 日本有地震 我们捐钱都拼头前 还把日本当成大哥哥 比爱啊 好骗赔偶 爱情又惊死 自水二十年花了一兆 平均一年是多少钱 一兆是一万亿 平均一年是多少 是五百亿 五百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每一年都要花五百亿在自水上面 然后你跟我说还是会淹水 那我跟你说 那就不要再自水了 我看到一堆叉叉 忙着帮民进党 忙着帮赖清德开脱 哎呀 要团结啦 要救灾啦 哎呀 我们先救灾 我们这个 现在是团结的时候 我们这个到 以后再来 你们是到底有什么毛病吗 我不是很清楚 救灾干我什么事呢 我看起来像救灾的样子嘛 救灾是政府的事情 是赖总统 卓院长 陈其迈市长 经济部 那些立法委员 那些企业 是你们的事情 怎么是我的事情呢 我要负责救什么灾呢 那我要团结什么呢 难道民进党在救灾 我有办法扯后腿吗 我就出一匹去 然后救灾就失败了 哇 真厉害 那些无耻在舔绿的人 我不晓得你们在干什么 救灾本来就是政府的事情 alright 政府 不然你做总统 做市长 你做党的 本来就是你在救灾 怎么是我在救灾呢 我是评论员 我的工作就是监督你们 我还救灾 莫名的奇妙 那平均一年花了500亿 一年500亿 每一年都花500亿 连续花了20年 超过一兆 然后你跟我说还是会淹水 那你这一兆花去哪里 我不能问吗 我不能问哦 我问了我就是不团结 我问了我就是不救灾 你也好了 是你们这些忙着去舔民进党 忙着帮民进党开拓的人 我们先救灾 灾区在南部 在高雄 在台南 在 脏话 我人在台北 我要怎么救灾 那个都是借口 那都转移焦点 不要去问那些 那个雨量好大 那个气象署统计什么的 你那个完全都被骗 那就是逻辑不清楚 你听不懂 他跟你说 雨量多少就是多少 你查证了没 你要理解这个建户 民进党 民进党有两个笑话 第一个叫做民进党解散派系 笑死人了 民进党解散派系 第二个笑话叫做民进党没有网军 民进党没有网军 我就会花 民进党没有网军 不要被转移焦点 那刚刚这个是简单的数学题 20年治水花一兆 平均一年多少钱 这个数字讲起来是 很吓人 你不要怀疑 那个钱已经花掉 20年花了超过一兆 这是行政院主纪总处的资料 20年的治水花了超过一兆 然后钱已经打水漂了 已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可是还是会淹水 然后这时候你就看到 有些垃圾出来讲说 这个雨下在每个地方都会淹 那如果你要讲这种插话 我没有意见 那从今年开始就不要再花钱了 为什么 反正下到哪里都会淹 那就不要再花钱了 你不如把那五百亿 每年五百亿发给老百姓 来来来来 我来考大家一下 在我的 我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 穿这个绿色衣服的这位 乱老大 请问他在 他家门口弄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那有个大在台北的 吃米不知道米粤 你知道他在门口弄的这个是什么 很多台北人没看过这个东西 这位老大他住在高雄 站在门口弄 你看他那个无奈厌世的表情 他在干嘛 他在淹水 那你在看另外一边在干嘛 这是什么 这看起来像美食街嘛 客丸啊 要求啊 大家吃得败嘴嘴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昨天台北市新北市 KTV说爆满了 要求啊 高雄的兄弟做什么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这其他国家有没有 我不晓得 这有两种你知道吗 这一种 开自己的 但是呢 中南部有很多这个 我们 这种防水闸门 有很多是我们政府的钱 我不讲你根本不知道 有些地方 有些民众他家的防水闸门 是政府出钱的 这样你有听懂吗 政府 防水治水的预算 有一部分就花在这上面 在老百姓的家门口 做防水闸门 也开始落后 要淹水了 你自己把防水闸门的 这个闸板把它叠起来 看能拦多少算多少 防水闸门能够挡多少水 就算多少水 就政府给你出钱 你自己赠 看多少 当然这个市议员 里长他们 这个都是统包的工程 帮你把防水闸门做好 你看另外一边在干什么 很多人质疑说 这两天 我也特别感谢联合报 不是我自己在乱讲 等到台风过了之后 再说 那这两天 台北市应该放假 各位听众朋友 你如果在台北 你摸着良心讲 这两天台北市应该放假 放错了 蒋万安他是不会承认的 放错了 我以市民的安全为优先 我听你在叉叉 那这些像是在停班停课吗 那美食街为什么会爆满 KDB为什么会爆满呢 你不是说市民安全为优先 你下次要放台风架可以啊 所有的百货公司美食街 电影院 KDB通通关门 谁开 就断水断电啊 为什么 市民安全啊 照蒋万安那个叉叉的讲法 市民的安全最重要啊 啊你台风天停班停课 你去KDB唱歌 你中邪哦 啊你不是说安全最重要 啊没有办法上班上课 可是有办法去KDB 有办法去电影院 自己在骗自己啊 为自己找借口开脱 啊我就是看着中央气象署 啊这个风力几集 啊这个预估雨量多少 啊停班停课 停班停课 反正又不是我的钱 大家一起沉沦啊 真的应该停班停课的是谁 我们高兴的乡亲啊 水就这样灌 用灌的啊 啊每次就饿水 你们高兴这二十个人饿几次啊 哈 每次就你们高兴在饿水啊 是什么 你们高兴是什么 啊台北呢 台北新北 大家欢迎 转两天 连一拉一啊 连续放两天 哦 蒋万安是最帅的市长啊 侯友宇也被问啊 说他新北是不是放错了 啊 北北基陶 我们共同生活圈 哎我们考虑很多 你就是放错了 价放错了 也不承认了 不能承认了 大家共同承担了 下次台风 下次台风还是在放啊 混凶 选票比较重要啊 民粹比较 网友会洗版呢 今天早上那个 卢秀燕跟那个 张华县长的那个 脸书被洗惨啊 台中市长跟张华县长 都被洗版了 哎呦 人家 高雄都放了 今天高雄还是放 那个啊 今天 连 连续三天啊 高雄市 我记得台南还是屏东 也是休啊 就淹水淹到这样 就大家清理家园啊 休假 放 再放一天啊 放三天啊 台北的赚两天啊 台北也没怎么样 碳能钢啊 台北有什么灾情 你告诉我 台北哪个地方 像高雄 这个老大地 弄防水砸门 哪个地方淹水的 自己骗自己啊 不会进步啊 国家社会 整周海了 人家 民粹 礼盲 烂情 他不是一天两天 他是日积月累下来的 烂习惯啊 烂透了 就觉得 放尬 不要跟民众对着干 民众就想放假 小确幸啊 对不对 大家都放 有什么关系 你看 全台这样 22线市 有多少是放错的 不是只有台北 新北放错 放错的就放错 台风都跑了 算了啦 下次台风来 我们再继续放 那你永远都不会进步 可怜啦 没有问题啦 这个没有 因为各位听到 我刚刚跟各位讲 他不是个案 也不是一个蒋万安 一个侯友宜这样 每个县市长都是这样 怕就怕死 看卢秀燕去美国 立刻跑回来 为什么 怕被骂啊 台中到时候怎样 总统都不用选了 直接在台中市长就GG了 怕就怕死啊 所以台中那三个副市长 都可以下台了 因为你们没有代理的功能啊 台中市长就是 全年无休 只要遇到什么天灾人祸 就一定要守在台中 不能离开 那我要你三个副市长干什么 没有用啊 你没有办法帮市长分忧嘛 你撑不住场面 那你做这个副市长 是做痛的 市长也不敢授权啊 政治比较重要 回来赶快 刚到美国没几个小时又飞回来 笑话 因为你一个官僚组织 分工授权 不是这样子运作的 大家都怕民粹 这给我那个联合报 还有雨量那个 反正放错 跟我无关 我只是批评而已 下次台风还是继续放假 你放心好了 好 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 这个雨炸中南部啊 高雄重创 这个联合报那个最大张的照片 就是高雄的市区就 变成河啦 道路变成河流 然后这个雨量的这个统计 是中央气象署的资料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跟各位讲过 我反对中央气象局升格为中央气象署 为什么 我们台湾就这么一丁点大 我们需要六个直辖市吗 两千多万的人口 需要这么多中央部会吗 中央气象局办不了事 一定要改为中央气象署吗 你一年多花那几亿 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太懂啊 我们台湾 我说真的 我很不好意思 这样子每天在这样浪费钱 这样子花 总有一天会有报应 中央气象署这么多年好好的 我就是要把它升格为中央气象署 莫名其妙 浪费 没必要 我们的中央部会比美国还多 笑死人啊 你看美国的国土有多大 美国人口三亿多 我们的人口连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的中央部会比美国还多 那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标题也是高雄 我刚在TPBS拿给你看了 自由时报的头版 没有高雄两个字 这个就厉害了 他的标题根本不谈高雄啊 为什么 为什么 自由时报心里没有高雄 明明是高雄最严重 我就是不要写高雄 好不好 这样比较好 我多多挑过人 我真的 各位听众朋友 我很抱歉 我跟你讲很实在 这个东西 没有比较是没有伤害的 今天他这个雨下在高雄 自由时报在这里挑过 他说中南部啊 中南部三个字就给你 中南部范围可大啦 中南部啊 他就不去写高雄 所以你看媒体 台湾的媒体 一开始他立场就给你 为好啊 这个事情算谁的 是国民党的 还是民进党的 还是民众党的 一开始就先跟你 点名做记忽啊 先决定我这个新闻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定义他 后面就跟着走啊 那你看他的新闻 你看三明治的东西 你就是 他叫他问你什么 你就是吃什么 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他不会用高雄做标题 我不要啊 你管我 外新闻自由啊 我就不要用高雄做标题 不行哦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来给我那个 那个赖总统那一张 那一左一右来 刚刚前面的数学题 我来给大家这个做说明 那因为那个袋子 我刚一直剪 剪不出来 我比他抱歉 这个就是赖清德总统 今天到高雄去看灾 然后行政院卓院长 到台南去看灾 这两个是这个 民进党的铁票区啊 一定要去处理 那在赖清德总统旁边 这个左手边的这个 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这都大头啦 还有想 站在赖总统右手边 那是科技杰 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许智杰 许智杰的右手边 是经济部长 好像经济部长 手插后面 他很像是观众一样 我很想问这个经济部长 你知道防水 水利是哪一个部会的权责吗 你看他那个肢体动作 就好像没我的事了 你看总统和市长 他们在听简报 我经济部长 我站在旁边 我手插后面 我看这经济部长是真的是 基本上他是个外行人 他是一家企业的老板 然后赖清德找他来当经济部长 我不晓得他能当什么经济部长 我不知道 欢喜啦 送就好了 送就没拍 水利属是经济部长 我是在看这 不要紧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个画面 带子请大家容我下礼拜一 再剪给大家看 简单讲是什么 你注意看 陈其迈今天跟赖总统 一搭一搓的意思是什么 很简单讲 第一个 是天灾 他直接就告诉你说这是天灾 为什么 因为雨下很大 天灾 不是人祸 第二个 以前的治水预算是有用的 这样你听得懂吗 治水预算是有用的 我们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 怎么可以说没有用呢 对不对 治水预算是有用的 那在陈局的时候就不紧 现在高雄市长是陈其迈 所以赖清德跟陈其迈 他定调的是什么 这个是天灾 天灾 不能怪民进党 中央是民进党在执政 地方也民进党在执政 你如果怪民进党 大家感情就破灭了 天灾 第二个呢 过去的前瞻基础建设 过去的八年八百亿 各种的治水预算 花在我们高雄是有用的 你看淹水的面积比较小 淹水的高度比较低 今天赖清德跟陈其迈 他们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逻辑是一样的 你懂吗 这是天灾 治水预算是有用的 第三个重点来 我刚刚问郭正亮 因为郭正亮他太内行了 我不可能考导他的 郭正亮他当十年立委 不是当假的 我问郭正亮 我问亮哥说 你这样听得出来 赖清德跟陈其迈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我们本来 这个希望每个礼拜都有一天 能够跟大陆的网友林染 做连线 那这个礼拜 因为这个我们台风架的关系 还有我们这次台风的灾情 那加上林染 他在这个大陆 他也在出差 也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没关系 我们我有跟他先沟通好 我们下礼拜 等这个海基会 跟红十字会 他们在安排 那个金门事件的处理之后 我们再找时间 再跟林染来做连线 这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因为我们这礼拜 这个台风架 台北就放了两天 但我们是以这个台风 跟灾情为这个重点 那这个本来 本来如果没有台风的话 礼拜三 七月二十四 那个金门事件 他们就要处理掉了 本来是预定是这样 那后来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一言再言 那今天罗文嘉 这个海基会的副董事长 兼秘书长 罗文嘉说下礼拜 这个要把金门事件 做一个处理 我们就下礼拜 再找时间跟林染 做点线 好 那刚刚提到这个郭正亮亮哥 因为他当过十年的立委 他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当过招委 我稍微点一下 他就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 我刚讲 赖清德总统跟陈其曼市长 他们今天在一搭一唱的 重点 第一个天灾 这个什么 有史以来什么 这个雨这样下 下在哪里都淹 什么的 就告诉你这是天灾 第二个呢 以前花的这么多的治水预算 我是不晓得高雄 到底分到多少钱 但是我告诉你 当年整个前瞻基础建设 八年八千八百亿 分到最多的是高雄 但是他不是全部是治水 因为那个时候的高雄市长 是陈菊 2017年在分钱的时候 陈菊是高雄市长 他是蔡总统最重要的 这个 阿姬 就是政治上的 他完全是靠陈菊 帮他hold住这个新潮流 包括陈菊在民进党的地位 所以蔡总统非常的 对陈菊 那时候蔡总统到高雄 巡视啊 这个有公开记录 这我不能乱讲的 我乱讲你把我抓去关两年 没有关系 我就是晚安小鸡的 这个2.0 当年 蔡总统还在高雄 弄那个高雄办公室 可是去没几次浪费钱 这个按下不表 蔡总统公开对着陈菊讲什么 拒绝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我们全力来达成 他公开这样讲 高雄钱单建设是拿到最多钱的 好 那这个故事就先不讲了 我就跟郭正亮讲说 亮哥 你看 赖清德总统跟陈其迈市长的一搭一唱 他们要铺陈的梗是什么 第一个是天灾 第二个是之前的治水预算 有用 第三个 还要再编 还要再编 下一笔治水预算 亮哥一听就被我 我跟你说 很简单 蔡总统的第一任 蔡总统当了两任 对不对 他第一任的时候 就我刚讲的 前瞻基础建设 八年多少钱 宏庆 八年多少钱 八年八千八百亿 整个total的package 八年八千八百亿的前瞻 基础建设的特别预算 特别预算 再留子孙 特别预算就是不是总预算 特别编列的叫特别预算 全部都是举债的 你放心好了 他没有在年度预算里面 通通都举债 你以为蔡总统省了多少钱 那个特别预算 防疫也是特别预算 买F16 那些特别预算加起来 好几兆 是整个国民党烂掉了 没有在监督 因为国民党一堆立委也在出国 他们搞不清楚这什么事情 我就先不讲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下一步是什么 做评论是这样子 我先告诉你 赖清德跟陈其迈在想什么 刚刚连亮哥都认同我 下一步就是提出 next 照胡瓜的讲法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就是新的治水预算要出来了 你如果不支持 你就是不爱台湾 你就是不爱高雄 这样你理解吗 我前面已经告诉你 第一个是天灾 第二个 之前的治水预算有用 所以我们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下一步我们要更多的预算 对不对 不能独厚你们台北 你们台北都不会淹水 都是我们高雄在淹水 所以你要编更多的预算给高雄 你还记得前一阵子 赖总统在高雄讲什么 他说高雄会迎头赶上 他那时候不知道去高雄的 什么轻轨还是捷运 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他就跟陈其迈他们那几个在那边嘻嘻哈哈 他说什么高雄 我那时候看到一头雾水 什么欠高雄 我跟你说 这个我讲很多次了 我快速的讲 赖清德赢侯友宜90万 其中有三分之一赢在高雄 光高雄他就赢了32万 这样你懂吗 他全国赢侯友宜90万票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票开在高雄 这样你理解吧 所以高雄他怎么可能不顾 他要等2028要连任 高雄一定是要全力的 所以我跟你讲 刚不是讲那个前瞻基础件事 八年八千八百亿吗 2016蔡英文当选第一任总统 他2017就丢出来了 国民党在立法院丢盔弃弃甲 民进党 两三架就通过了 国民党毫无阻挡的能力 而且一些插插国民党的先知长 一开始怎样 我反对 怎么可以再留子孙 你为什么编特别预算 基础建设本来就应该编入 中央政府总预算 理论上是这样 你一个有财政纪律的 为什么基础建设是用特别预算 没道理吗 对不对 从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角度 一定是错的嘛 国民党一开始反对 怎么可以这样编钱 一直骂 骂到最后是怎样 你知道吗 骂到最后国民党的先知长 说我也要 加一 你分预算我也要分啊 我是国民党的先知长 我也要钱啊 你也好了 你有基础建设 我也有基础建设啊 你分给高雄最多 你问柯P就知道 柯P 柯P我讲的 柯P分到最少 柯P后来跟民进党翻脸啊 前瞻基础建设 我记得台北市分没多少钱啊 分最多的是高雄啊 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 高雄市是分到最多的 台北市分多少 你问柯P就知道 柯P 点滴在心头了 好不好 好那现在我跟各位讲 那我问你 赖总统当了两个多月的总统 他有新的特别预算吗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 没有 所以如果赖总统跟民进党 选这个世 我们这次高雄 夭壽 他们跟这样 我们高雄 我问你国民党敢反对吗 国民党朱立伦 傅昆琪 这些叉叉 没有人敢反对啊 国民党就是一坨烂泥 你知道吗 没有用的东西 谁敢反对 就像我跟你讲的 那个前瞻就举手 我也要 我跟你讲 你问柯建民 你问吴思瑶 庄瑞雄 看我讲的是真的还假的 被民进党笑死啊 民进党把他拿来当笑话 讲你不是反对 你也好了 你反对还要来偷钱 要偷预算 你不是那时候呛的 被民进党看笑话 为什么民进党看不起国民党 你知道吗 因为国民党令人看不起啊 来来来 啊这给我最后那两张来 那个 那个韩市长跟那个 跟陈其迈那两张来 我跟你讲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 你看陈其迈那时候说什么 陈其迈那时候 说到嚇怕 台风来之前啊 礼拜二晚上陈其迈讲的 礼拜二台风还没有来 他宣布礼拜三放假 陈其迈说 我们要警惕 八八风灾的教训啊 哇啊三立新闻 还把陈其迈 剖到这样 我们警惕八八风灾的教训啊 陈其迈 你有警惕八八风灾的教训吗 我听你在叉叉啊 你看到画面另外一边 是穿这个叫做青蛙装啊 韩国瑜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是亲自到下水道 为什么 他才当一年多的高雄市长 为什么要去下水道看 因为下水道都没有亲啊 你问李四川就知道 那个时候李四川是 韩国瑜的副市长 他在亲下水道啊 差是差在这啊 啊陈其迈你现在跟我说 啊 这个治水都有效 啊 这预算可能可能不够 可能我还要添添薄啊 可是 真正在做 这种 打底的 打马步 扎马步的这种基础功德是谁 是韩国瑜 所以我要跟高雄的朋友讲 我是 因为我这样 我没你自己信 我昨天就干狡那些高雄的 拿市长讲那些模范生啊 有没有 韩国瑜班市长讲给你 你敢把他臭臭 你这个老秃 你这个还要选总统 你这个 为什么爱说谎 你这个什么 什么六字大吉 你们这些高雄的年轻人 国中生 国小毕业 什么高中生 要把市长生人 我有苦手啊 我有创意啊 我就是不爽韩国瑜啊 我没有意见啊 韩国瑜被你们这样子 公然的羞辱 连续几个模范生 那个三立自由时报 报道好开心哦 学生的创意 韩国瑜可以这样 很高兴啊 我要请问你们这些高雄的叉叉 你们这些学生 你们高雄现在淹水了 你要怪韩国瑜吗 你们年纪轻轻就喜欢玩这种政治表演啊 很爽啊 上电视上报纸 哦 我发挥我的创意 我给韩国瑜生命 然后呢 然后老天爷把高雄生命啊 你们在做什么学生 那你们现在有去呛陈其麦吗 啊不是该有创意 该不会这次高雄淹水 又把账算在韩国瑜头上吧 莫名其妙 肉麻当有趣 哦 我给市长生命 是啊 韩国瑜下台的被罢免啊 我很高兴啊 我跟你讲实在话 我很高兴啊 下台的就一了百了的 那你们这么喜欢投民进党 就让民进党去做啊 我只想问高雄的朋友 我讲这个没输而已啦 高雄民进党这样长期的执政 真的有比较好吗 总统也民进党 高雄市长也民进党 高雄所有的立委也民进党 啊你有欢迎了吗 再见